最近正值患季十节 各医疗院所挤满了感冒求疹的病患 另外带状炮疹也进入了高峰期 医师就表示说罹患带状炮疹很容易引发神经痛 疼痛程度更剩女性分娩千万要小心 会跑到这个眼睛的这个神经节的地方 因为这样子不处理的话呢 有可能会导致失明 什么水泡这么可怕 眼皮或头皮起红疹 以为是过敏吗 小心带状炮疹早上门 刚开始可能会只是一些红斑 然后过了一两天 它慢慢出现就是一个亮亮的这样的水泡 这个疼痛是非常让人难以忍受的 而且这所谓的神经痛 其实它的这个强度 可能比我们女生生产还要来得严重 所以这病人疼痛久了 很多人会产生一些忧郁症 带状炮疹就是俗称的皮蛇 好发于冬季和早春 气温不稳定的时节 患者会出现红疹水泡 身体各部位都有可能 包括老人压力大的成人 都容易被劈舍缠身 那我自己也看过年轻的个案 另外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慢性病患 有些糖尿病患 我们知道因为免疫不好 可怕的事就算康复了 由于病毒还是会潜伏在神经节 一旦体力下降时又再复发 平均每三个人就一人 会得到带状炮疹 千万不能轻忽 难缠的带状炮疹 容易影响生活品质 事先防范才能保护自己 东西王国人陈建豪在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